各位花友们大家好 相信有很多花友家里都养养兰花 特别的好养 特别是那种文人模式 养在客厅或者是阳台窗台旁边 看起来更加的美观 更加的好看 既可以点缀家机环境 又可以公观想 它开出花朵 花香特别的香 那么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 有些兰友 养这个兰花养着养着 就出现了烂根腐烂的情况 那么像这种情况 就是经常养在室内 没有给它持续通风透气 就导致烂根的情况 所以建议大家这一点 做到通风环境一定要做好 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个通风环境的话 你想养好兰花是比较的难的 那么经常养在室内的花友们 建议大家注意这一点 就是进入夏季温度比较高 特别是摆在窗台或者是阳台边上的 不要给它太过曝晒 太过曝晒的话 它也会导致这个叶片胶尖发黄的情况 为什么要放到空气流通的地方呢 放到空气流通的地方 可以避免它滋生细菌 所以就是这样给它养活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这点兰花的养活小知识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进入夏季一定要养活好你的兰花 好了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